欢迎收看我的熊老师 佩妮教数学 我们来看这里 他问你 填入式圈和差 这个是不是x加y等于a加2就代表 logx加logy会等于loga加log2呢 那前面我们讲过 log不写底数是10 所以logx加logy其实是log10底数不写的 x乘y 就是log底数相同的时候 log值相加是帧数相乘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边loga加log2呢 会变成loga乘2 也就是log2a 那如果今天x加y等于a加2的话 但是x乘y不见得等于a乘2啊 所以这个就没有 同样的呢 其实这个就有 那如果是这样子呢 x加y有等于a加2 那问你 如果我log的x加y 会不会等于log的a加2呢 这是会的 就是说我的底数一样都是10 没有写是10 那 虽然我不知道x加y是多少 可是我知道那个数字就是a加2的这个数字嘛 所以这两个数字一样的话 那10要几次才会是这个数字呢 这个结果当然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对的 当然这个就是错的 这样子你有写对吗 下面这一组 问你log5加log7 有没有等于log12 然后问你log5乘log7 有没有等于log12 这样子 那我们学过 红底数的话呢 怎么样 相加是帧数相乘 所以其实是log5加log7等于log35 这个才是对的 这两个都错哦 那loga乘loga有没有等于loga平方呢 没有哦 同底数相加等于log相乘 也就是说如果这里写了loga加loga 它就会等于loga平方 但是如果是这里用乘的就没有 可以吗 一样这三题按个赞题自己写一下哦 x加2加y加3 如果有等于z的话 问你logx加2加 logy加3有没有等于logz 那这个就是说它会变成乘啦 所以它就不是加了这个 所以它不会变成z哦 那这个就对啦 就是说如果是乘起来是z的话 那这里加起来帧数相乘 这是对的啦 可以吗 然后他说如果x加2加y加3是3的话 问你这个会不会是log1000 x加2加上y加3就是x加y加5 所以这里就是x加y加5 所以这里是3 那问题log3会不会是log1000 不是哦 3本身3本身是log1000 就是说以10为底嘛 那10要几次是1000 这个答案是3 所以3本身是log1000 可是log3不是log1000 这里是log3 它不是3 它是10要几次是3 那个答案是0.4771 那如果是这个呢 log的x加2加 log的y加3等于3 那请问这个会不会成立 哦 你有这个答案还是不会 同底数相加帧数相乘 你会得到的是x加2 乘以y加3 那注意哦 这里是log哦 会等于 你可以说等于3 但是哦 注意 我们左边这里乘起来 的确会等于这个 这个xy加3x加2y 加6 那我们的确会得到这个式子 可是哦 那你想说我把3移过来 左边减掉 6减3等于3 所以这是对的吗 乍看之下 好像经过一番计算 看起来应该就是答案了 要不然花那么大的力气算干嘛 对不对 但是结果它是不对的 因为这里是3 它不是log3 你如果说 log什么等于log什么 那这两个什么是一样的 就logA等于logB的话 那就A等于B 就像我们刚刚这里讲的这个 我不知道x加y是多少 但是我知道logx加y 又等于loga加2的话 那x加y会等于a加2 可是我现在这里没有取log嘛 他如果取了log它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log1000 3是log1000 所以说其实我这个东西是等于1000 所以说我这个 加3x加2y 把这个1000移过来 结果是减1000 所以是减994 才会等于0 可以吗 所以这不对的 不过我发现这里抽一格 这一格是x 不是z 抱歉 如果你是因为这样没有险的话 你赚到了 好这里还有三题 按个暂停自己想一下 log1.2加log1.5会不会刚好等于log2.7 OK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1.2加1.5是2.7 那所以说我们讲说log相加是帧数相乘 也就是说其实这两个加起来应该是1.2乘1.5 那它会是2.7吗 我们可以乘一下 这个1.2的话是 5分之6 然后1.5的话是2分之3 那这样子算起来的话是log的 5分之9是1.8 所以它不是2.7 可以吗 下面这个 一样 3.5加1.4等于4.9 那所以说log相加会等于帧数相乘 然后应该要等于3.5乘1.4 那会等于4.9吗 你想说3.5加1.4是4.9 3.5乘1.4才不是4.9 真的吗 6乘吧 所以我们来乘一下 log3.5是 2分之7 log1.4是5分之7 那结果是log10分之49 所以是4.9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 罕见的数字组合 它的相加 跟它的相乘 是同一个结果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 21分之30 加log21分之70 会不会刚刚等于log21分之100呢 也没错 你诚诚看 我拿21分之30乘 21分之70 会变成21分之2100 约掉21 的确 21平方分之2100 约掉一个21 那就会变成21分之100 那就会变成21分之100 所以这个也是对的 那怎么样的数字才会刚好让我们得到这个相加等于相乘呢 其实如果今天你想要出这个题目的话 我可以教你怎么出 你把1拆成两个部分 比如说 这个 0.36和0.64 那我们为了方便讨论取分数 这是36% 除以4的话是25分之9 这个64%除以4是25分之16 好 你把1拆成这两个部分 然后把他们取倒数 那现在这两个数字相加就会等于相乘的 你看一下 我把他们两个相加 要通分嘛 所以这边上下投成16 这边上下投成9 他的分母会变成9 乘以16是144 然后有9倍的25 这个是16倍的 这个是9倍的 那我们再加一个16倍的25 你就会得到他是144分之 所以有9加16就是25倍的25 625 那你如果直接相乘的话呢 他的分母其实就是9乘16 所以他的分母就是144 然后他的分子就是25平方 就会发现 就是我刚讲 把1拆成两个部分 然后各自取倒数 这样子的数字相加就会等于相乘了 所以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形 OK那这集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